最近几年,又有很多的多作宝兽争议,也有很多球员不被大家所洗,原因就是他们打球实在是太脏了。 比如帕楚里亚电脚伦纳德,奥利尼克·江乐福的手牌受伤,还有追梦格林的踢弹脚,但是很明显看出来,他们这些动作很明显都是按着来的,从来不敢明目张胆地放大招,这都是小偷小摸,上不得台面,推得上脏这个字眼的。 NBA只有一个,比尔,兰比尔,之所以这么说,是因为兰比尔在NBA耍了整整14年的流氓,要不是和谐社会救了他,他早就被乔丹,奥拉朱网,奥尼尔,马龙,阿克利,魔术师,伯德们正在拎着4米长的大砍刀,堵在兰比尔家门口呢。 兰比尔语录,犯规是什么?兰比尔vs乔丹兰比尔的一生,是凶悍的一生,他一共攻击过, 257名球员,别管是饮水机看护者,还是NBA门面巨星,只要他不爽,你就乖乖在地上躺着吧。 别打躺下那个就是乔丹,别管是联盟举行还是啥,兰比尔真是说打就打。 兰比尔vs巴克利,连比尔先对巴克利恶意犯规,但是巴克利那是走过南闯过北,把奥尼尔都撂倒得硬汉能吃这亏,冲上去推散兰比尔。 但是很显然,纵横联盟N多年的兰比尔能让人,直接上眼圈舞行,将巴克利撂倒,之后巴克利被埋没在人群中,下场。 兰比尔vs波德大鸟,在上篮的时候直接被兰比尔推到最可怕的是,兰比尔兴奋起来连队友都干。 罗德曼和兰比尔在活塞做队友的时候,兰比尔曾在训练中痛扁罗德曼,据说还打掉了罗德曼的牙齿扯单的是,兰比尔退役后竟然干起了女兰教练别误会。 小葱指的是,成为了女兰教练2003、2006、2008,三个赛季率领球队,夺取过WNBA总冠军。 2009-2011年间还担任过斯琳琅的助力教练,2015年,在担任纽约自由队教练的时候,获得了WNBA年度最佳主教练荣誉。